连续批掉对手下网了 小代赢了小代成功杀进八强 这是2022法国公开赛女当第二轮 由戴智颖对阵韩国名将金家恩 前一场比赛中小代轻松击败了小师妹许文奇 不过此一面对金家恩小代有些慢着 开局更是平平失误 好在他展现了自己强大的调整能力 一起来看看吧 先开始戴智颖首先发球 首局比赛上来 金家恩一记四大历程的点杀 创造出了上网扑杀的机会 但却没能把握住 又是一个机会球 金家恩再次杀下网 可以看到小代开场后明显没有活动开 防守漏洞非常多 当然进攻端小代只要稍微提速 金家恩就挡不住了 人的这些比较花哨的动作也正在出现的减少 这时务有点多啊 又一个出界 这样的跑动才是我们熟悉的小代嘛 中场球 哦 弹网 金家恩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差点 小代这个回合其实已经判断失误了 连续菩萨终于抓住了 他速度取胜 他速度取胜 小代依然是失误不断 小代依然是失误不断 金家恩将比分追至18平 金家恩将比分追至18平 小代依然是失误不断 关键时刻 金家恩先是强攻下网 随后又被缓晕了重心 这球似乎有点出边界的协议啊 往前再得分 戴智颖有惊无险先下一城 进入第二局 热玩生的小代 状态总算回暖 小代又想秀背后击球 这回没有成功 打到这回 小代已经逐渐进入节奏了 各种吊球 来回调动金家恩的脚步 打了 招牌式的往前勾对脚也来了 在被连续调动之下 金家恩的体能开始出现问题 一些卡顿啊 小代轰了对手一波9比2的攻势 直接拉开比分 我们的火霜 亚斯组合 和第9场的蓝霜 是两网组合 所以说 我们的观众还得再期待啊 后面两场 时间可能会比较晚 这次发光散得很 精准的批杀 金家恩彻底挡不住了 长一些 还是坚持就统顶 最终戴志盈以21比14终结了比赛 从而晋级到女当八强当中 下一轮小代在营帐老对手 因打浓 此前的当卖公开赛 小代是输给了对方 所以这一次势必要复仇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陈宇飞已经暴冷出局 因此戴志盈若能过了小拉这一关 还是有很大机会杀进决赛 甚至是争夺冠军的